作為我們川菜的一個地標美食名菜 色彩紅糧 味濃味厚 提前了我們大川菜的大餡風味 大師的菜加上了味 我是楊貴親 它選料的杜貼在於什麼 只取有兩個雞頭腿 因此我們在選這個料當中 是張大餡的一個別處新菜 用刀薑把雞頭上的一些筋斬斷 是為了我們家的口感更好 比一般的那種肉炭的大塊一點 其實就用滾刀的形式切成數二倍的 紅椒青椒都把它切成那種塊狀 薑 蒜 切成片子 那就是我們的配料 用鹽 抹個底味 健良的腦袋為了提出這個菜的顏色 芝麻水豆粉就是它的原子原物上 糖 加點醋 加點醬油 加點腐椒 水豆粉 醉成炒菜的汁 大餡雞塊它就用菜油來噴調 網火熱油 先把乾辣椒 花椒 然後把雞塊倒下去 快去推炒 使它散子變色 然後把辣椒也攔炒 使這個雞塊變成色紅油料 然後我們再加薑片 蒜片 再加青椒塊 紅椒塊 倒下去一起翻炒 只要青椒一斷生 我們就噴入枝子 翻炒轉幾個 它就用了乾辣椒 用了花椒和苦椒 因此在我們川菜的用力上 提起來了三角魚豆瓣醬 味就不一樣了 這個菜的成菜鐵點 皮脆柔軟 味辣味鮮 味濃味厚 提起來了我們大餡菜的大餡風味